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次的万迷早晨节目 欢迎大家记得CLS 留言、赞和分享 记得订阅我们两个说明晚联的YouTube频道 包括大巴台现在正在听,还有新闻台 这次节目就是和大家说说关于全晚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随着昨晚和今天将会有很多国家队的赛事发生 之前Sky Sports有个记者都说过 如果我们要签一些球员入了国家队的话 一定要在这个国际赛日开始之前登记了 就可以免得14天隔离 但随着开拢的时候 基本上这件事就没有了 所以我相信过了今天之后 那些转会传闻就会比较少了一点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新的专注 就是说国家队的比赛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几单 都是昨天想说美班车的转会传闻 所以可以这么说 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情况 你说是不是真的今天会签到呢 我觉得机会是很小的 但之后 未来两个星期有没有机会呢 都仍有得谈的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一直都有传中坚、中场、杂伟球员都有 但是没有什么传右翼的 稍后再说一下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左手辩 看到了就是杂伟球员 Raglon 就是说这位是黄马的球员 外借左出去 在欧宝杯的时候对过我们 表现就相当出色的 在西维尔的时候 所以也有一个传闻 这个传闻 偶尔也有传闻 因为我们梳尔时受伤 Brandon Williams 仍然是比较上年轻的 未必够班去踢正选的 在曼联那里 所以Raglon 在黄马就没有机会踢的 基本上因为 因为他是排第三的 在杂委的左杂的选择来说 亦因为这样 就有一个传闻 这个在昨天来说 就再传出来 不过为什么想和大家分享这件事呢 因为我看到原来 他的经理人叫Kai Jorachian Jorachian 是什么人来的呢 原来他和曼联也有些渊源 之前 去年原来 古天佬 传闻说 有机会来曼联的时候 他 在穿针人线 结果不是很成功 原来这位经理人 我们也和他有些刮割 之前 因为自从2009年 他直接 令到 卡罗特弗斯 迪维斯 由曼联转到曼城 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曼联和这位经理人的关系 真是一样 有趣的地方来说 我们的球员 彭尼娜 Andre Piera 西彭尼娜 就是踢中场的那个 他也是他的经理人 所以 这件事我想和大家说 其实经理人和球会的关系 真的是千丝万扭 虽然在某一宗交易 可能很友善 但另一宗交易 可能完全 全都没办法 但结果他们又会 粘在一起 有时经理人和球会的关系 就非常 很难搞 有时真的觉得 好了 这个就是乘位了 第二宗就是 做个过场也好 第二宗就是关于 中坚 右手边大家看到了 这位朋友 其实我们的节目 都提过他几次了 就是国际米兰的Skiriniar 他是一个中坚 其实在摩连奴年代 已经有传说 想签他回来 说真的 我自己就看了几场 他踢的国际米兰的比赛 老实说 我不知道 或者我 不幸看到一些 他踢得一般的球 我觉得他也是一般的 不是那么特别的 一个中坚 你说如果 叫他来 打算带起我们 甚至乎 和 队长麦佳 叫平起平坐 我觉得 好像 有点 未够 不是那么理想 不是很重要 不过 又是那句 赶尾班车 Celsio Mocato 昨天来说 曼联又再起 有传闻 或者有兴趣 关于这位中坚 不过 这个传闻 有点臭热漏 因为 主要来说 就是早两天 PSG 因为他们的中坚 Tago Siva 转了 会去Celsio 到时 所以 PHS就很想找 Skin 这位国际米兰的中坚 Skinikia 去 加盟 当然 中坚 中坚 全民都有兴趣 因为中坚 华汤根 去了 奔飞加 所以就 湿吓热闹 再加上 曼联早两天 说有机会 有机会找 Wufer Mecano 但 Wufer Mecano 好像说 根本未落必 根本未有一撇 我今天在新闻台 另外一段影片 也说了 曼联今次找 Wufer Mecano 加盟的机会 在这个转会枪 注意 既然曼联要找中坚 我们在曼联早晨 很多朋友都说 我们要找中坚 所以 Casio Mecato 趁热闹 将 Skinikia 传给我们 这一件事 我也是 很多 所以 到最后 这件事就有趣了 就是中間,提亞高艾堅達娜 這位球員在這個轉會槍來說 都算是拿到多少人都會說他 基本上他最傳到利物浦 雖然上一季拿了歐聯 剛剛拿了英超 理論上應該有很多彈藥 亦是時候要提升球隊 但你見到這個轉會槍 他們都是敵不動我不動的 只是簽了一個集位的替補球員 Semasker 但阿坎達娜已經說明了 跟拜仁不會續約 只剩下一年約 一定會賣走 拜仁也說明了 但其實沒有什麼賣家 主要只有利物浦 但利物浦也不知道要贊還是要彈 但他們很堅持都要賣走球員 才拿錢去賣球員 現在傳聞 剛剛走馬上任在巴翠龍拿的領隊 朗奴高雲 對他們的韋拿杜姆很有興趣 究竟 朗奴高雲是否真的會落筆 找韋拿杜姆去巴翠龍拿幫忙 這就暫時未知 但聽聞 據大家的傳聞 由於這件事未成 就卡住了利物浦是否會找阿坎達娜加盟 因為阿坎達娜很想跟高寶踢球 但由於利物浦很堅持 賣走球員 才拿錢去賣球員 所以現在卡住了 拜仁在轉匯運作上很聰明 結果他看到這樣卡住了 可能賣不到 因為最後一年 如果這個轉匯出賣不到 基本上就差不多可以離開 所以拜仁立刻找曼聯去談 說真的 究竟曼聯真的想簽阿坎達娜 還是不簽呢 我就不知道 因為很多朋友 都提醒了我們 其實阿坎達娜之前 去拜仁之前 都曾經我們嘗試過去簽 但結果簽不到 他亦曾經說過 沒有想著來曼聯踢球 所以這件事究竟是真還是假 就不知道 但Express做了一個報道 其實我們都有找他談 但阿坎達娜要求人工相當高 我們就好像不太有興趣 因為人工太高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的位置 我們都人多 因為我都說過 我看看他 其實是否可以踢到 比較偏向防中的位置 但他本身就不是踢這個位置 就說他29歲的時候 還可不可以改變 這個就要拭目以待 還有對於我們來說 既然我們 即是中場中的位置 我們未必需要 找一個 即是工中我們大把 現在比較多 所以我們對他的興趣 我相信是不大 正所謂 很多時候 大家有個花名給我們 這個也是 我相信是 拜仁慕尼克 由於他們太熟悉這個駐門運作 趁機拿我們來抬一抬架 還有逼一逼利物浦 希望他快點出手的一個伎倆 但我們又肯跟他談 所以我們覺得很有趣 明明這件事情 我們都對他的位置 不太有興趣 為何我們又跟他談 這個我也不明白 不過當然 究竟Express說的話 有幾分真幾分假 大家自己有一個 聰明的判斷 因為我們都明白到 尤其是媒體說的話 我們不能盡信 除非有些相關的人出來說 我們就可以看看他說的話 證明 即是看看他說的話 以及我們有術有多信 不過無論如何 這也是我們全萬聯 經常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很多的傳聞都跟我們有關 因為大家都知道 講萬聯是特別多人看的 所以這些是必然會發生的 說到最後 為何沒有血母右翼 說來講去 傳聞 昨晚就立即尾班車了 今早起床就看到 毛離頭 就有報道了 曼聯今天會落必 即是談這個新組 這樣的樣子 英格蘭國家隊 今晚才踢的 理論上 在今天日頭的時候 如果我們立即幫新組註冊了的話 都是可以 即是不用做這個14天的隔離 但是 論都是那句 正如我之前所說 新組在這個轉會槍 尼曼聯的機會 真是很微 因為根本多蒙特 也很熟悉這個轉會運作 他們肯定 在這裏 死裂爛裂 最高的轉會費 甚至乎他今次就說 要立即收 不可以分期付款 再加上 我們很感謝昨天 會計仔卿 就幫我們說了 我們這盤數 其實 我們夠不夠錢 簽這個新組的話 都是有個問號 所以 觀及這麼多東西 都是 今天這幾宗說的事情 都是全萬聯據多 真是指數非常之低 不過 由於 大家又會問 為何大包你要說 這麼低機會的事情 因為始終 我們看轉會 很多時都要做一個分析 告訴大家 基於什麼原因 我們覺得這個轉會的機會 大和小 就不是 一見到Express 就當是廢 當然你可以這樣做 我不反對 但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報道 都有些分析的元素 可以的 我自己包括 都是不停地在學習 也會和大家 各位萬迷 一起在這裏研究 做一下分析 這裏 這次節目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